心灵蜜豆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群茂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怀抱心中的梦想 北京新东方集团的创办人于明洪先生 他曾经分享,他的父亲是个木工 常常帮别人建造房屋 每次房屋建完后 他都会把别人废弃不要的碎砖 或是瓦片捡回家 或是一块、两块或是三块、五块 有时候走在路上 父亲看见路边有砖头或石块 他也会捡起来,放在篮子里带回家 久而久之,他们家的院子里 就会多出一堆乱七八糟的砖头、碎瓦等等 那时候他搞不清这堆东西的用处 只觉得本来就狭小的院子 被父亲弄得更是没有空间了 直到有一天呢 父亲在院子一角的小空地上 开始左右测量挖槽 并且祸起水泥开始弃抢 他有那堆乱七八糟的砖头 左拼右臭 竟然就有一间四四邦邦的小房子拔地而起 干净、漂亮的 和院子形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而接着呢 父亲把原本养在院子 到处乱跑的猪和羊赶进小房子 再把院子打扫干净 他们的家就有了全村人都羡慕的院子和猪色 当时的于敏洪只觉得父亲很了不起 但长大后 他逐渐发现父亲做的这件事 给他的生命带来深刻的影响 从一块砖头到一堆砖头 最后变成一间小房子 父亲向他尝试了 做成一件事情的奥秘 那就是一块砖没什么用 一堆砖也没有什么用 如果你心中没有一个建造房子的梦想 拥有全天下所有的砖头也是没有用的 于敏洪说 当时他们家穷得几乎连吃饭都成问题 自然没有钱去买砖 但是父亲并没有放弃 日复一日捡砖头捡碎瓦 终于有一天 他收集了足够的砖头来建造心中的房子 于敏洪说 这件事一直激励着他 也成为他做事的中心思想 他不再盲目地做事情 而是心中总有一个梦想 以及付出努力 将事情完成的过程 还需要有足够的耐心 因为砖头不是一天就能剪够的 亲爱的朋友 你也是个有梦想的人吗? 圣经中有一个人叫做约瑟 他曾经有个伟大的梦想 而就是这个梦想激励他 就算处在做奴隶 做囚犯的阶段 就算在人看来是完全绝望了 但是他仍然相信 上帝的话永不落空 他相信上帝给他的梦想 总有一天会实现 所以他从服侍主人 管理家屋开始 这样卑微低下的工作 过程可能受尽挫折打击 而且时间长达13年 这13年约瑟没有沮丧失望 约瑟没有就这样放弃 随便过日子 相反的 他尽心做好每一天的工作 他成为主人家中 最被信任的管家 这些魔朔的日子 反而成为约瑟最好的预备期 上帝预备约瑟 并且带领他成为埃及宰相 成为全以色列人的祝福 亲爱的朋友 一个人要有所成就 要成功 首先必须要有梦想 必须脚踏实地 持之以恒 先从最小的地方开始做起 就像于敏弘所说的 从剪一块砖头开始 一天天的累积 就成为迈向梦想最稳固的基石 今天呢 让我们都成为有梦想的人吧 从小处开始 从小地方开始累积 你终必逐梦踏实 你的未来也将超过 你所能想象的 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 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 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以上节目由中广流行网 罗娟大伟主持的早安EZ GO直播 欢迎电台 好家庭联播网联合播出 士林林良堂 祝福您有美好丰盛的生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